大家好,我是阿康 本身呢,咱们欠医院的费用是应该在月底的时候给人家截掉的 但是因为咱们上个月啊,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 手里面不禁呢,也是比较紧张 然后就在月底的时候,没能给人家截 也是给人家医院商量了一下,收了一下 那在这个月初的时候,给人家截掉 然后今天也是月初 我们来看看住院的忙孩子们 顺便把人家医院的费用给算一下 也是这段时间一直在打联工赚了点钱也不多 看看,明天是不够了,大多还一共有多少吧 算一下,算一下不够了 我们再从那个支付宝花贝上面套点出来嘛 不能老是欠着人家医院的钱,对不对 我打算在那里面去跟医生算一下账 嗯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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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记住了就只能用8倍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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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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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慢手和脂球,它出现之后,有什么注意事一样啊? 主要其实还是一个是营养方面,然后的话它吃的挺好,但是不长肉, 还是营养方面的食道补充,吃太多的话,后来又出现了骨头出现的情况,然后注意保暖, 我看到这个腹腔的话也没有水了,但是眼睛还是比正常的,还是一直都是偏高的状态, 就正常观察吧,正常饮食观察和营养,吃秋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 状态都还挺好,正常饮食又小。 但是这个蛮肉的话,它类似是从哪块儿? 它这个还是腹腔没有完全肯定,因为它论文化,就是具体的确实很严重, 就是能活下来,这个也是非常蛮肯定的, 它这个腹腔里面的情况的话还是比较复杂, 对,还是比较复杂,就是里面虽然一直都没有水了, 但是它腹腔里面的话,一些密度的话稍微偏高一点, 但是的话,我们只要维持一个动态体系统, 我们只要它没有任务症的,它责任可以恢复, 就用过空气,不用用药物,因为它之前又没有用的太多了。 哦,就有耐药性了? 对,因为是耐药性,而且之前一开始的话, 就是给它用的是高气氧氧素, 那么后面的话第一季氧氧素效果的话就会更差一点。 我知道你就是,冲进10、10秒上面去。 对,对,就是增加理工历, 反而把基层理工历就蛮弱的护肤。 它这个做检查,就是做学生委那些, 查的就是感染功能那些都没问题, 但它可能就是,就比如说, 创到外面,外壁那种有严肠, 所以是一直都有。 它就是类似于像 主要是腹腔里面虽然没有水 但是腹腔里面它还是持续存在的一些原症 但是的话我们主要给它位置上不是特别的高 然后也不影响正常饮食 我记得上次过来的时候 然后它的炎症是挺高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荣药 过一段时间就这次回来以后 看它炎症的话也是高 但是好像没有上次那么高了 那次这期间都没有荣药 就是看正常饮食去调节 你带车的话 我在家里面给它吃谷肥药 吃谷肥药 对 它这个主要是太瘦了 就是营养不吸收贫血这个问题确实挺难的 它光吃光吃吃的吃的挺好 但是吸收的不好 对 肠胃 你肠胃吸收不是特别好 因为它吃也吃 然后大便也都正常 但是营养吸收方面看着不是特别的好 这边慢慢调整吧 来 慢走 坐下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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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溅点疯 溅点疯 成型 田田 田干娘 等班都在出去玩会儿 出来活动活动 在这带着鸡田 太瘦了 嗯 班都还太瘦了 就肚子那块瘦得最厉害啊 班都 上厕所吧 班都 找这儿上厕所 快 找这儿上厕所 找位置上厕所 没有你喜欢的我吗 哎呀 对 还有吗 找找一根屁 慢动 慢动 这里 这里 来 带鸡鸡出来玩玩来 要不要拉个伤 看她的脚 脱套给摘了 看看 为什么在楼上不摔出来的 他一直戴偷套 他不舒服 他这终于开了 他不得得帅帅吗 出来玩玩 去这幅 晒晒太阳 太疲了 不得不得了 瓢衣了都快 都快瓢衣了 你出来玩多激动 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你看这一块公呢 外面的地方 回复挺好 要不重了 翻顾真狗 过来过来上 快点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做好乱 到了 上了 上了 行了 你快快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